现代人喜欢滑手机或者是上班族经常维持同一个姿势太久 常常就会有颈尖酸痛、腰酸背痛的问题 巴黎疗养院职能治疗师他就提供了一些舒缓的动作 帮助大家改善酸痛的问题 现代人常有肩颈酸痛或是腰酸背痛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长时间滑手机或是使用电脑 当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就很容易造成僵硬的状况 我们上班的时候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面 比如说打电脑、看手机、看平板 头肩颈或是手部常常酸痛 或是长时间待在家里 赖在沙发上、床部上看电视 也会腰酸背痛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着只能治疗师 教导大家一些舒展放松的运动 除了可以让我们的肌肉获得一些放松之外 也可以针对我们的身体平衡 不良的姿势能够做一些调整 法理疗养院职能治疗师江维芳 提供大家一些简单的舒缓动作 只要花少少的时间就能获得改善 现在要做胸肌的伸展运动 首先把左手的小手臂平贴在墙面 接着把身体往右边转 感觉你左边的胸口肌肉被伸展到 在这里停留三到五个呼吸 身体转回来放松回正 无论是经常坐在办公桌前打电脑的上班族 还是摊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是滑手机 最好每半个小时就起来活动一下身体 才能放松肌肉 机组房间凯琳锦与巴黎采访报导